手游酷玩 这么一想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毛病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本体的三个东西 首先第一个 先看屏幕左上左边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控制下面那个有一个题子里边做的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会定期把我们种的这个绿色植物从地面运输到地上 右侧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起手就是把我们的种植的东西 从地上运到地下运到地上之后送给这个别人 然后我们最下面最右下角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种植绿化植物的这么一个工厂 这个游戏本身我个人玩到现在 首先推荐大家前期把三个东西全部升到五级 解锁自动之后就可以开始养老了 这个游戏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解锁自动之后确实是可以开始养老了 那么在三个五级之后呢 其实我是这么推荐给大家的 首先大家要先了解一下关于各个位置 它都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提升 其实提升也就那些大概 我们的绿色植物工厂就地下的这个东西 大概就是有点类似于是加价格 以及无人机收集的速度 左侧这个女的呢就是上下的速度 然后右侧这个也是啊 这个来回送货的速度 可能也会带一些金钱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前期先把 大概是我们绿色植物本体啊 升的等级高一些 然后再运输了 怎么说右侧这个啊 因为它其实来回上下 来回上下这个东西 它最影响的东西 在于它每次能送货的量 我不知道大家里面理解我的意思 如果说它每次送货的量 大家觉得不够了 那么你会间歇性的升级左侧 因为左侧它会提升这个送货 每次它会接受绿色植物的数量 以及它个人上下的这个速度 这样的话 我个人感觉最大的好处在于啊 你可以 前期稍微忙 就是麻木不对啊 前期稍微累一点 大家前期不升级 下方这个绿色植物工厂 而是升级左侧这个人 然后你会通过这个绿色植物多了之后 直接用手指摁住一个绿色 就是滑动一下 它就会把所有这个可采摘的绿色植物的 这个类似于果实 这么一个东西 全部放到箱子里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 其实这个女的升级之后呢 大家就没有那么 怎么说 没有那么累了 大家会通过它自动的自审的 这么一个来回运输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来完成一个放置类手游 最终的这个完成度 还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游戏呢 也是比较推荐给大家 因为我自己玩了之后确实是有点上瘾 这种小游戏 能让大家上瘾的游戏就是好游戏 这个 现在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现在小游戏出的比较多 那这个游戏呢 其实构思的也比较 思路也比较明确 不会出现什么 就是太过于 偏离游戏本身的这个设定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的游戏呢 叫做 闲置 绿植工厂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戏的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